今天要介绍一个你一定看过 但是你未必知道它叫什么的树 就连知名百万网红 最新的影片都会带到它 你就知道这个植物有多厉害了 这个植物叫做罗汉松 如果我没有说名字的由来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出现以下的画面 小罗罗汉先生 下凡扑渡众生啊 白痴 兽良是十八堂人 其实它的命名方式 是因为它的生殖构造而来 罗汉松是雌雄一珠 雄球花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是它的雌球花 在还没授粉成熟的时候 看起来像不像一群读书的小沙迷啊 如果我是古人 应该不会叫它罗汉松 我可能会叫它义修和尚之类的 什么啊 你不知道什么是义修和尚 我也不知道啊 罗汉松的种子成熟的时候 它的果托会呈现紫红色 并且会膨大成僵果状 听说可以使用 而这种时期的形态 才真的像是所谓的罗汉 罗汉松原产于中国与日本 台湾为1868年引入 台湾有另一种原生种 叫做蓝羽罗汉松 顾名思义 主要生长于蓝羽 两者的差别只是叶子的前端 蓝羽罗汉松比较顿 一般罗汉松比较尖 但是我也看过顿中带尖 尖中带顿的罗汉松 所以我也分不出来 而两者其实都是高贵的原艺树种 当然稀少的蓝羽罗汉松 肯定是高贵的象征 也因为罗汉松树形优美 所以在各大著名的场域 或是比较高级的住宅区 都会看到罗汉松的身影哦 台大的图书馆周围 甚至还有奢华的罗汉松围里 简直是贵气逼人啊 台湾还有另一种 常见的罗汉松科植物 叫做百日青 它的叶子比罗汉松更细长 尖端也比较尖哦 所以应该是不会认错的啦 你是不是也很赞叹 植物的各种神奇形态啊 如果不是我自己看到 我也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像罗汉 甚至无法想象为何叫做罗汉松 你看完还不分享我的影片哦 得罪直科大大还想跑 得罪了放假 还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